如何来处理这件事情 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的贸易 一提到贸易呢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商人 商 他只是说 从以物异物 这个朴书这样的话 我用一个代表的价值 从前是用贝 后来是用金钱 现在是根本用汇票 甚至于用支票 这样的话呢 我来买这个东西 所以你们不必 奉田的老百姓 你要买一个椅子 买一个桌子 甚至于买一个锄头的话 你要拿多少米来换 容易引起争端 现在呢 你这个米 你生了多少 我们拿斗来量 量了斗呢 今年这一斗的米 值多少钱 于是呢 这样呢 就来 来作为定价 所以我们古书说呢 古建的商龙 这个股子要是太便宜的话 老农夫就受伤了 但是我们假说 这个钱的价钱要垫的话 就伤老百姓了 所以美金 尤其是美国 为什么都不停地逼着我们 让我们人民币升值呢 因为它们美金越来越低的话 价值越来越低 美金就是天天跟中国打交代 所以美国已经吃不消了 唯有逼着我们升值 这样你们买买我们的东西啊 对不住 原来一块人民币可以买的 现在不成了 我们不能这么便宜卖给你们 现在你们的钱越来越高 你们得拿更多的钱 来 有更少的钱来换我们 让我们人民币不要太流通 都太厉害 这样的话呢 我们知道 现在地质 代表一个国家的富跟强 所以在这时间呢 我就想起我们中国历史上 最有名的一个人 最懂经济 最懂这个 这个所谓 避制 怎么富强的 表不起的人 广仲 所以我这次去山东 他们给我挑的题目 就是谈广仲 广仲呢 我想我们大家都不陌生 这是在历史上 我最佩服的一个人 他的很多话 我们现在都常常说起来 领意连史 国之四维 四维不章 国乃灭亡 广仲说的 苍领史 而后之领仪 依师入 而后之荣汝 广仲说的 这一个家世是还不错的 但是父亲早死 从小就很贫穷 一个老母亲 他得养活老母亲 可是父亲早死 所以他当过小兵 当不成逃避利益 做个小买卖 跟他合伙的是包书 他永远把那个赚的最多的拿去 包书出计较 做个小官 也是 做不长 他都看不起人 广仲啊 他眼界非常高 广仲要没有包书啊 就没有广仲了 因为广仲有重要包书 这个好朋友 所以现在我们称朋友 彼此知己啊 我们说称为广包之交 就这么来的 所以当广仲 当兵没当成 做小买的没做成 做小官也不成的话 当到包书 向辅佐齐皇公 当齐湘公被杀了以后 齐皇公 这个包书 向着他 陪着他逃到国外 这时候呢 等齐湘公 这个淫乱无道 被杀了以后 有军变 于是呢 包书 就赶着车 把齐皇公送进去 这时候呢 这时候呢 还有一个公子呢 是广仲赔的 可是呢 广仲呢 一看那盒包书向的那个小 小白 要跑到前头了 于是广仲就拿起箭来 就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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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皇公那时候叫公子小白 就设一箭 他本来他的箭法很好 正设在他的中心 没想到呢 这齐皇公命大 他外头穿的是个袍子 但是里头穿的是个铠甲 这中间 你知道这是我们最要紧的地方 正好是一面 这一个 狂开 把他挡住了 但是齐皇公很聪明 他设中这个了 他就假装死掉了 管仲一看 哦 你死掉了 我们慢慢走吧 他跟公子就说 不急了 他们那个已经死掉了 没想到呢 等到 齐皇公一醒了 跟包书说 赶紧跑 所以他们就连 快很快的就跑 跑进了齐国 就立了 这就是齐皇公成立 等到管仲 陪着公子鸠 赶到齐国的时候 齐国